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讨论综合素养题21 讨论一个很有趣的听文的重点 探讨太阳和地球的系统中的拉格朗日典 拉格朗日典 这是一个翻译名词 在太阳跟地球的系统中 有五个叫做拉格朗日典 有五个 所以这是一个翻译名词 这样的空间位置 代表什么意义呢 如果我们今天在拉格朗日典放入质量很小的物体 物体相对于太阳和地球会保持在固定的位置 有三个拉格朗日典位于太阳跟地球的连线上 其中称为L1这个点的拉格朗日典 会位在太阳与地球之间 由欧洲太空总署叫ESA 与美国航空暨太空总署叫做NASA 共同研制的无人太空船 什么太空船 SOHO太空船 就是在L1点这个拉格朗日典运船 做什么呢 它可以观测太阳所得的讯息 传回地球 现在呢 我们就来讨论拉格朗日典 这样特殊的物理特性 另重力常数代号是G 假设太阳的质量叫MS 地球的质量叫ME 地球公转轨道半径RE L1点与地球的距离代号是X 现在我们来用这几个符号参数 大G MS ME RE 及X 刚刚所提到的参数 来回答几下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位于L1点的太空船的公转周期如何 第二个 位于L1点的太空船的公转速率为何 第三个 X满足的方程是什么写 这三个问题 都跟我们的万有引力会有关系 在推导过程中 我们可以假设 行星或太空船的公转轨道 都把它当作是圆形轨道 所以做的都是圆周运动 首先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 位于L1点 这个L1点 在太空船的公转周期 究竟为何 我们来思考问题 第一个 因为太空船相对于太阳与地球 要保持不变 相对于太阳跟地球 要保持不变 那也就是要固定在一定的位置 那么太空船跟地球 必须要怎么样 太空船跟地球要同步 怎么同步 就是两个要一起同步 公转太阳 那么 这个时候 这个太空船的公转太阳的周期 势必要跟地球 公转太阳的周期 要相同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运用 管有引力定律 所以太空船的公转周期T 要恰等于地球 公转太阳的公转周期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 克普勒第三定律 就是周期的平方 会跟轨道半径的三次方 有正比的关系 利用这个部分 我们就可以来推论 要怎么写 所以你可以写的是 万有引力 作为向心力 万有引力 作为向心力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写 这样子咯 万有引力 作为向心力 所以呢 你可以用T平方 四拍平方R 这样去推导出T平方 跟R的三次方 它们有这样的关系 就是我现在写在书面上的资料 OK 所以你可以得到有这样关系 因此太空船的周期是如何呢 没问题 周期有这样的关系 那就是 R的三次方 然后 GMS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所以 你可以知道的 这就是 克普勒第三定律的内容 这个呢 转过来以后 T会有这样的关系 所以第一个问题 他问我们周期如何啊 周期就是要等于地球的公转周期 那也就是这个答案了 第二个问题 他要问我们 太空船 跟地球的距离 如果我们设为X 这个时候依照符号T2πR是太空船跟太阳的距离 所以这边要改写成R1-X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 所以刚刚已经得到的周期T 把这个周期T带到这里来 我们就可以解除 第二个的太空船的公转速率 那用什么呢 用他要的符号来表示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问题 让我们写出关系式 那关系式在写的时候 就是要小心 我们设这个拉格朗日典的L1 太空船的质量是M 则太空船受到太阳引力 吸引你的万有引力 数学式是这个 那收到地球呢 因为拉格朗日典 是在地球跟太阳之间的一个距离 如果距离地球叫X 距离它就是R1-X 所以我们再写一个 是万有引力 但是拉格朗日典 这个地方的太空船 会受到太阳的引力 也受到地球的引力 那两者的引力 当然是相反 所以两个力的合力 提供太空船 让太阳圆周运动 所需要的向心力 因此两力方向相反 就相减 要提醒各位的是 数学式不要写错 所以两个相减之后 再去处理 你会得到这个第七个的答案 再把第七个答案 带回刚刚算出来的 这个公转速率 第四个 那么你带进去以后 会得到有一个关系式 这个关系式 确实是比较长一点 但是 如果你能够把符号先消掉的 再来小心写出 他们彼此的关系 这个时候呢 我相信你的答案 应该会答对的 这个题目要让各位 能够适应一个是 答案未必很好看 但是你不要以为你的答案 不好看就错了 往往呢 可能就是我们很难去配到 那个好算的数字 这个时候用符号来表示 自然没有办法达到 很漂亮的数字 这是要跟各位说明的 必须要有耐心 的等待 必须要耐心的等待 耐心的运算 因为耐心的运算 是很重要的 这是要跟各位提醒 尤其都是符号的情况下 更需要谨慎作答 小心阅读 理解概念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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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